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一下我们吴越版三国的第四回 已经应该是第四回了 上一回我们讲到就是 吕布杀到了袁绍仗前 要替他兄弟华雄报仇 然后袁绍因为之前得罪了身边 所以这次已经没有人再能救他了 然后上一集中我们出战吕布的三位大将 刘冠章三位大将被吕布给秒杀 然后第二轮出战的牛二 牛二又被吕布秒 不是吕布 是被张辽身后的弓箭手打败 击杀 击杀 顺利击杀 然后因为袁绍仗下无人 那怎么办呢 这个事情搞得袁绍非常的焦急 因为自己的菊花不保就在下一秒 好 是不是 那吕布杀进来 那袁绍肯定是完蛋了 对吧 无人可敌了 那孙金也已经被得罪了 也没有人来救他了 那怎么办呢 这个袁绍自己肯定不想死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然后杖下杖下的这些重头领开始纷纷发表意见 然后看上去比较有出息的一位叫曹操 好 曹操他表示现在这个时候盟主现在这个时候对你是非常的不利 那我们已经把这个事情搞到这样了 是吧 你如果早点问我的建议 那我早点给你的建议就是 你就不要得罪孙金 你就索性投靠江东蒙古孙金算了 对吧 但是你既然得罪了孙金呢 怎么办呢 你就干脆你就干脆投靠划雪 或者说你干脆就投靠吕布 对吧 你你把之前你把之前砍了砍了划熊这笔账 你算在自己头上 你加倍的补偿吕布 对不对 你让他让他心里过得去 你加倍的补偿他 你现在是现在这个情况呢 你就是既得罪了吕布也得罪了瞬间 那我们能怎么办呢 情况已经是非常糟糕了呀 你下一秒 我们都要完蛋了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在吕布和孙金 这两个努力之下我们选一个吧 如果我们选吕布呢 相当于是我们就跟孙金死可到底了 对不对 我们不但现在现在这情况 我们比华雄时代就是吕布时代的待遇 比华雄时代的待遇还要差了 已经我们在华雄时代 我们可以就是比如说喊喊口号 或者随便拍一点意思意思去反抵抗一下 就是攻击一下孙金 对吧 我们就是投靠华雄 但吕布时代这个待遇 我们已经比不上华雄时代这个待遇了 我们因为我们已经砍了华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如果投靠吕布呢 我们要做的更绝一点了 对孙金那方面我们就要做的更绝一点了 我们不但要不但要把你蒙把蒙主你自己的菊花献给吕布啊 这还不够啊 我们还要我们还要拉上几万的费拉宾去去江东送死啊 去江东门虎孙金去去孙金旗下挑衅 我们当时打不过他了啦 所以我们只能去送死啊 当然这样我们也不见得吕布会满意 对吧 我们搞不好还要再做一些就是讨好吕布 然后仇恨仇恨孙金这些事情 这是第一个方案 那第二个方案呢 就是说我们不投靠吕布 那我们就只能投靠孙金了 是不是 但是我们已经之前我们已经得罪了孙金 然后我们后来又派了一个谈判大使去跟孙金谈试图 试图再想跟他一比 那我们我们现在这个待遇啊 也也比不上我们第一次跟孙金谈判的这个待遇了呀 我们待遇是一步一步的在下降 但anyway事情已经搞成这个样子了 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要投靠孙金 那我们索性索性不但要付了前面欠他的尾款 好我们还要再额外的付十倍的价钱给他 对吧我们显示自己的诚意对不对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自己派上 派上一些不顶用的士兵去去打吕布 对吧我们知道打不过他去了肯定送死到时候 我们还是要打 这是为了我们像孙金表忠心对吧 我们选一边站我们很弱我们自己是弱势方 吕布和孙金他们是强势方对吧 我们弱势方我们选一边站 说不定我们还有活路对吧 这就好比是什么 这就好比现在中国的这种状态对不对 你看中国他自己是一个附庸国 他自己是如果他不是俄罗斯的附庸国 那他就是美国的附庸国 anyway中国反正就是附庸国 他他不是一个自己自己 自己可以就是 中国他不是一个可以内循环的国家 对不对 要么附庸俄罗斯要么附庸美国 对不对 就你像像像你看像中国人的决策 也很像就是曹操我们曹操所说的这种 这种待遇逐机下降的这种状态 江泽民时代的待遇 胡锦涛时代的待遇 又是比不上江泽民时代的待遇 搞到现在习近平时代的待遇 又是比不上胡锦涛时代的待遇 对不对 待遇他是一级级下降的 然后就是选择这方面 他也是跟也是非常的相似 中国人好像好像从历史以来 从我们袁绍伟大的中国人袁绍那个时代开始 他一直都没有变过 你想他做选择也是这样的 你要么干脆就不要得罪美国 对不对 你要么你要么就不要得罪川普 你要么就不要得罪拜登 你如果得罪了川普 那你就加码讨好拜登 如果你得罪了拜登 你就加码讨好川普 对不对 他现在是什么两边都得罪 那么你当然完蛋了 你不完蛋谁完蛋了 对不对 然后袁绍当然是当然是伟大的中国领袖 对不对 他当然是听不进曹操这种话的 曹操给他的建议 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实际的 对不对 然后他当然袁绍当然是听不进 听不进伟大领袖 当然是听不进曹操的曹操的话的 然后他当然觉得自己是大国觉醒 自己是堂堂十八路反贼之手 这凭什么听你一个小山头大王的 对不对 你这个曹操在我旗下只是一个小头目而已 对不对 然后曹操说了这个话以后 袁绍觉得挺丢面子的 对吧 一来就是暴露了自己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国崛起的实质的实力 对吧 本质实力被暴露 被曹操给收暴露了 对不对很丢面子这件事情 二来就说谁是武林盟主 我才是武林盟主 我才是十八路反贼之王 对不对 你是我帐下的一个小头目而已 对不对 你这样说搞得我很没有面子 搞得我好像很没有文化一样 对不对 然后袁绍当然是看曹操很不爽 对不对 天忆也是不会采纳的 那曹操当然 曹操就是以曹操的水准 你放在袁绍的帐下 当然也是驱才嘛 我们可以说驱才 然后曹操就不爽嘛 不爽然后曹操就走了嘛 你就白白嘛 就是你玩你的 我自己我自己去带 带上我们自己自己的这个主人 我们自己去搞一下自己的事业嘛 对吧 然后曹操又相当于是退团了 曹操退组了相当于是 然后曹操也退组了 稍微有能力点的人都退组了嘛 那么怎么办呢 袁绍藏下无人啊怎么办呢 哎怎么办 那当然要回归中国人民的老智慧老传统 对不对 重新提拔一个刘备吧 对不对 前面那两个刘备都已经死了嘛 对不对 那重新提拔第三个刘备的 那个谁你过来 今天应该是你 你叫刘备三号了 好好 然后刘备三号你过来 呃 今天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办呢 快点你给我建议 呃 这个建议怎么样 首先是要能够保住我的计划 其次还要让我开心好不好 那刘备三号当然没有办法了 对不对 那那保住 保住 保住 保住元少能不能保住元少的计划 刘备三号 他是不知道的 但是怎么样保住刘备三号自己的计划 刘备三号是心里有数的嘛 对不对 就是你要你要哄我们太开心嘛 然后 OK 那那怎么样呢 就说呃 曹操当然 当然是很很无能的在刘备的表述之下 对不对 曹操当然是非常不尊重元少的 那这种人当然是死有余辜了 对不对 早点滚蛋早点好是吧 然后 我们要怎么样来解决当下这个困难呢 那呃 要不然 要不然我们就我们就试一试 就是那你看孙坚他目前是远在江东 对不对 呃他杀过来可能也要一定的时间 对吧 然后呃 我们不见得 我们如果得罪了孙坚 我们不见得现在就要死 对不对 但是吕布他就在仗前啊 吕布他就在城门口叫嚣啊 对吧 我们得罪了吕布 我们下一秒 基本上就已经 我们 我们活不过下一秒了 对不对 我们会立即死 那要不然我们就还是讨好吕布吧 对不对 我们 我们 呃我们当然我们不是不是真的要讨好吕布 我们只是骗而已嘛 对不对 就像中国人的手段一样嘛 就是我们不是要真的要要和平演变 我们不是真的在美国民主党的领导之下 要和平演变动 我们只是骗一下而已 对不对 那骗一下这个事情 中国人是很在行的嘛 对吧 就是 哎 他这个想法刘备三号这个想法 跟袁绍相当是一派即合嘛 对不对 你看 中国人的想法是如此的类似啊 对不对 然后 是 只要 只要就是说是你脑子稍微正常一点的 然后就跟中国人哥哥不入 你像草草 他就跟中国人哥哥不入了 对不对 然后 好这个想法好 袁绍 袁绍表示我们可以执行这个想法 就是说 呃派这个刘备三号跟吕布去谈一谈 对不对 我们我们假装和平演变 我们假装 就是投降了 我们假装跟吕布一起对抗对抗 东吴孙坚 对吧 孙坚很强大嘛 我们跟吕布一起对抗 对吧 呃我们是什么样一抛怂货呢 吕布他是不清楚的 对吧 但我们自己清楚是怎么样的实力吗 呃可能 可能袁绍自己也不清楚 哎那位这不重要 反正反正反正现在眼前的危机就是说 天 吕布 吕布大爷 吕布太上皇 千万不要杀进来 杀进来我们就完蛋了 对吧 所以我们我们我们要先解决眼前的眼前的 是什么危机 好 刘备三号 你就跟吕布去谈了 然后 刘备三号就 呃去到吕布 张下跟吕布谈判 就说 我们表示我们袁绍表示 其实我们我们一直一直以来都是很尊敬你的 然后 然后 展华兄这个事情其实也不是我们干的 都是都是瞬间 都是瞬间这个王八蛋 对不对 你看 我们张下这些饭桶啊 刘备像关羽张飞这些饭桶 都是被 都是被滑熊一刀斩啊 对不对 我们哪里有人可以打得过滑熊啊 你想想看这个事情 吕布大哥 对不对 我们我们张下哪里有人打得过滑熊啊 全是瞬间干的呀 是不是 你不想 哎 这个这个话 虽然听起来好像哪里不太对劲 但是好像你们你们确实没有人打得过滑熊 对吧 那那那展 展展滑熊的是瞬间 对 然后 刘备三号说 对呀对呀 都是瞬间 我们都没有人打得过滑熊的 都是瞬间 我们 我们盟主 我们元少盟主的意思 哦不对 我们元少小弟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兵 对不对 我们有很多兵可以去送死 我们可以帮你去送死 对不对 然后 你有什么呢 你有武艺对不对 相当于换成现在相当什么呢 我们有996人肉电池对不对 你有高科技对不对 OK 我们用我们的996人肉电池 换你的高科技加工怎么样 你们给我们一点外汇说就 换成当时的说法就是说 我们我们不跟你打了 我们我们我们和平和平共处好不好 我们和平演变 我们用我们的996人肉电池 换你你你高强的武艺 你来给我们做训练好不好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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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像还能赚钱好 这个技能相当于是 既不用既不用去杀人好像也还能赚钱 这个这个事情好像是挺好的 然后虽然说哪里好像有点不对劲 但是anyway 这个好像是一件只赚对于吕布自己而言 好像是一件只赚不赔的事情 对不对 那那吕布就觉得挺好的 对吧 我们从我们从吕布 吕布这个角度考量 从吕布的利益考量 从吕布这个军团的利益考量 对吧 这个事情对他们好像是有利的 那吕布想想这个好像也对 我们就这样做吧 我们就合作 我们不用把你们996人肉电视群派出来 我们给你们训练 培训对吧 组装 组装apple 组装什么 就是换成当时就是 给你们做一些什么弓箭长矛的这些工作 对不对 很简单给你们培训一下 你们996你就去干吧 对吧 然后 当然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了 是哪里有不对劲的了 对不对 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意思了 不去不对劲的地方 当然就是孙坚这一方他他 事实他跟事实是不符的嘛 对不对 他孙坚攒华雄这件事情 他不是说因为 因为什么 孙坚震衡华雄 而是孙坚受了 受了相当于袁绍的一个合约的 合约的委托 对不对 contract 受了合约的委托 然后孙坚攒了华雄 但是袁绍赖了委款 然后这件事情 吕布他们是完全不值 对不对 相当于是 刘备三号代表袁绍 骗了他们 骗了吕布对不对 然后吕布 目前是不知情的嘛 对吧 然后 当然这种事情 你说 满意识可以 满意识是不可能的 对吧 吕布 吕布早晚会知道这件事情 对吧 就在996人肉电池 就是相当于是 袁绍上下996人肉电池 和吕布的群体混得 风声随起的时候 吕布他也知道了这个消息 对吧 消息他是指包不住 你早晚要 你这个消息早晚是混不住的嘛 而且 而且根据吕布的直觉 他一开始也觉得事情有点不对 听嘛 然后他也是去调查了嘛 调查以后他也发现 就是说 哎这个事情好像 跟江东门湖孙金好像 有 如果我们做了这个事情 就会跟孙金有过节了 对吧 然后 吕布他当然也是策划了嘛 他招来自己的兄弟什么张疗 什么这些兄弟 他来策划了一下 就说 这件事情的后续会怎么样 然后 当然 但袁绍和刘备三花他们那一伙 他们是不考虑后续的嘛 现在先混了再说 反正 现在不混 我们就马上就被砍死了 对不对 然后现在先混过去再说 后面怎么样 后面不知道对吧 然后 然后 吕布和张辽他们是要考虑后果的 然后他们就策划了一下将来 就是这件事情 996人肉电池这件事情 后续是什么 后续就是说 人肉电池可以烧一烧 但是烧完了以后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 相当于是我们要跟江东门湖孙金 硬碰硬打一仗了 对不对 那这个事情其实 吕布他们也不愿意发生 吕布他们 吕布和张辽这个军团和孙金军团 他们没有没有什么过节 对不对 没有什么或者说领土上的纷争 什么就没什么过节 那anyway 这件事情 由于他们跟袁绍合作了 那肯定就得罪了孙金 对不对 然后 或者说 或者说是会被被人指向 对不对 孙金斩了你们大奖花雄 对吧 花雄也是你吕布出生日子的兄弟 对不对 然后斩了他以后 你还跟你 他他孙金是被袁绍耍了第一次 然后你吕布 又被袁绍耍了第二次 然后也被人笑 当然 吕布和张辽他们也知道这个事情 就是 换成现在的话讲 就是说 屏幕前的 推特 推特党们都知道的事情 白宫他肯定当然也是知道了 对不对 不要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对吧 当然吕布和张辽他们也是知道这个事情 那 怎么怎么把这个后续这个事情摆平呢 当然就是说是 他们想出的方法就是说是 最好就是能够花江而止吧 对吧 你你这边滑一块 那边滑一块 好了 滑了以后就好了吗 就是说我们瓜分了相当于瓜分了袁绍 对吧 然后孙金和吕布就紧碎不犯喝水了 出于出于对现实政治实质利益的考量 吕布和张辽他们的计划都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 另一方面孙金 江东孙金这一块呢 他当然也知道了这个消息嘛 知道了袁绍他们投靠了 或者说知道袁绍他们假意投靠了 投靠了吕布这个事情 在那边搞996人肉电池吧 那ok呀 既然 既然就是说 你 吕布 吕布选择了跟 选择了跟 就是996人肉电池袁绍这块合作 对吧 那相当于是 相当于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不应该认为是一种优势 这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吃了 就是养肥你的这么一种 这么一种这么一种概念 就是说你现在 孙金他们其实其实并不愤怒这个事情 就是说你吕布 现在你尝到了996人肉电池的甜头 对不对 你尝到了这个好处 到时候要你放下这个事情的时候 那你就苦了 对不对 然后 关于关于这种 直觉了人肉电池 其实很多 我觉得袁绍不做 刘备3号也会来做 刘备4号 刘备5号 刘备6号都会来做 对不对 孙金既然 既然是自己是强大的一个秩序输出者 他就不怕找不到人肉电池 对不对 然后 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了 然后 袁绍这一块呢 由于 嗯 曹操的李队 相当于是 还能打的曹操 对不对 他离队了 然后剩下的都已经 都已经是费拉不堪的 刘备3号 4号 5号 6号 对不对 然后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嗯 嗯 相当于是反党集团 刘备3号 好 他选择了燃烧996人肉电池的方式来续命 续命中国 嗯 多给袁绍的帐下 袁绍 袁绍兵团 续命了3天 多续命了 利用人肉电池来续命了3天 然后 三天实现一到 或者说第二天晚上的时候 事情就已经开始不对劲了 就相当于是 相当于是 大概是2016年川普上任以后 对吧 事情已经开始有点不对境了 然后 anyway 这个已经快要结束了 然后我们 关于 呃 呃 袁绍的人肉电池终结 以后的故事呢 我们就放到下回再讲 好 我们本集的故事呢 就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 然后 我们当然还要做一下彩蛋 对不对 我们 我们 五月板三国 这个特点我们就是每一集都要做一点 做一点小小的彩蛋 好 这一集的彩蛋就是什么的 就是说 呃 我们就这里就要牛五百 牛五百 包工头牛五百 他在人肉电池做了两天以后 他发了财 他签了自己的户口到 呃 孙坚的孙坚的江东 然后他表示 呃 自己自己自己 跟孙坚的江东 江东人念的是同一本经 啊 所以他自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江东人 然后 呃 认为 认为你们这些你们这些江东的土别 没有我搞打上 啊 呃 你们你们江东的就是政治集团 没有高薪聘请我去找你们的顾问 都是你们的错 对吧 我看不起你 好 我们关于牛五百的这个下场呢 我们后面会讲到 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好 好我们下次再见 呵